請你跟我這樣過 鍋碗條盆都好堵 媽媽小心 別用錯 請你跟我這樣過 有時是說到了 廚房真的是維繫一個家庭 美味關係很重要的地方對不對 這倒是喔 你看那種滷出一鍋 好好吃的滷肉 或是炒出一盤這個 清脆的高麗菜的時候 我兒子都會覺得好滿足喔 但是小心喔 廚房裡頭潛藏很多危機喔 像你如果使用這些廚具 使用錯的話 可能會產生所謂的 就是有可能造成 天啊 廚房裡吃的用的都有毒 怎麼挑選才安全呢 今天邀請到化學教授吳嘉誠 營養師李婉萍 生活魔法師陳映如 以及王瑞玲 崔佩穎 呂文婉 要一起來為您的無毒生活把關喔 不過像妳說的 一般裡面人要再說啊 要抓住老公的心 先抓住他的胃 所以這個廚房是家裡面 最核心的一方啦 對啊 毒在廚房裡面可以產生很多 但是呢 你會想說 到底從哪裡來比較有可能性呢 煮飯 炒菜 這個器具很重要 對 器具就像我們身後這個 來看一下 來 看這三個鍋子 大概每個家庭搞不好 都必備對不對 對啦 像是不沾鍋 不鏽鋼鍋 鐵鍋 如果你搞不清楚它的用途 或是使用方法的話 對 有可能獨 你就直接在菜裡面吃進去了 所以呢 我們現在先來好好的您調一下 我們先從 不沾鍋開始好不好 各位現場所有的媽媽們 請問一下 你們家裡面有用 不沾鍋的請舉牌 全部啊 都有 對 真的耶 都有 因為補菜會不 就是說 不失敗的最好的方法 對 真的 大家都常說對不對 佩優姐家裡也常用 我覺得到百貨公司去買貴的 就應該就是好的嘛 對 妳買多少錢 八九千塊 一萬塊都OK啊 只要是 鍋子 一個鍋子可以用很久耶 而且是今天用的啊 真的假的 我買過的很重很重的 弄到手都快 媽媽手 對 很重 你要拿起來要擺進去的時候 太重了拿不動 真的喔 對 那我的不沾鍋 你的八千多 奇怪 我的怎麼才兩千多 後來就沾了嗎 那都是不沾嗎 可是我覺得 我很疑惑喔 不沾大概兩隻不沾啦 接下來就沾了 真的喔 沒有 就是很奇怪 他不知道上面 塗了一層什麼 不清楚 可是你知道我那時候 在購物 就是購物頻道看到 我真的很動心 你知道嗎 一片牛肉下去 不需要任何東西 對 就併過來 好漂亮 你知道嗎 荷包蛋 蛋打下去 一併過來好美 我還看過一個 完全都OK耶 可是兩次 990塊錢 蛋下去 就還這樣滑 這樣滑 真的假的 好像在跑操場一樣 對 然後就買 因為覺得 嘿嘿嘿 這個蛋不用擺油耶 魚手 什麼都可以做 而且很誇張 他為了要讓你這樣嗎 這種鴨公一定要買 你知道嗎 他用一張你知道嗎 把那個番茄醬 弄在鍋底以後 還用大火 那整個是不是炒灰燈 不要怕 只要怕 一般這樣刷得要死對不對 沒有 這可以不買嗎 天啊 是妳買了 對 請問一下 購物頻道的不沾鍋 有買過的請舉牌 真的耶 都有是不是 這麼七成了吧 所以妳已經買了 購物台的那個不沾鍋 好用嗎 也是這麼好用 這樣就剛開始很好用 我就說不沾 我就說不沾兩隻 對 不沾兩隻 佩儀姐那八九千 就真的都不沾了嗎 我還有遇過也是有那個 很好用 有一個我們演藝圈代言的 一個那個 結果我是錯了 因為它是要養鍋 對 它要先倒水再倒油 先煮開以後 倒掉以後才能 而且不能用那個菜花布 對 有的有希望的 對 都不能 我通通買來也沒有人教我 我通通都做了 結果通通都會做 都壞的 對 不過不管是兩千塊 還是八九千塊 甚至上萬塊 那都是錢 買下去都希望他用得好好的 甚至可以傳家 對不對 吳教授 不沾鍋OK嗎 絕對是不OK的 很簡單的一個答案 為什麼 因為大家買到不沾鍋 就是擔心說要洗鍋子 很麻煩對不對 但是你為了省掉這個麻煩 卻帶來更多的麻煩 甚至影響到健康 那個塗層裡面的那個東西 是很複雜的 那個東西已經騙了我們人類 大概騙了大概四五十年了 真的 騙這麼多年了 騙這麼多年了 所以就像佩爺姐說的那個 可以跑操場滑來滑去 然後隨便水一抽 你說的就是那一層 對啊 天現在哪有那麼簡單的 就這個事情對不對 說不沾就不沾 那塗在上面那一層 嚴格來講最上面那一層 對 嚴格來講是塑膠 塑膠 對 塑膠 你看是預熱 這麼熱 對 那個叫 鋸釋佛乙烯的塑膠 那鋸釋佛乙烯呢 你要 那是塑膠 塑膠你要把它黏在這個金屬上面 何其容易 還要耐熱 所以它中間的第一層 下面還有兩三層東西 那裡面 裡面還有一些黏膠 還有呢 所謂鋸釋佛乙烯之外 還有全佛辛酸 類的這個化合物 那這類的化合物呢 在去年開始 因為這個太嚴重了 那個又具有環境荷爾蒙效應 又會有致癌的這個效應 然後呢 我們全世界管毒性物質的一個 國際性的很大的組織 叫做Stockholm Convention 就是施德戈爾摩公約 把它定為 人類必須要很努力去防治的POP POP就是呢 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 就是長期的有機的污染物 也是環境荷爾蒙 也是致癌物 你就是不刮傷它 它慢慢也會揮發 所以在美國有很多人在廚房 它家裡呢 它比如說有些養的 養的鸚鵡啊等等啊 過一陣子就發現 很多鸚鵡都死翹翹 怎麼可能啊 怎麼可能啊 對 它就是揮發出去了 那結果 那結果 它就會這樣 對 把這鸚鵡的解剖肺拿出來看 裡面呢就沾了很多 我們是全佛辛酸 以及呢 那個據視佛乙烯的 那種小的分子 在他們的肺裡面 所以呢 它就死掉 所以媽媽們呢 媽媽們在煮飯煮菜的時候 在我們台灣對不對 對 是不是我們那 患那個肺癌 肺腺癌很高 你知道嗎 其實啊 這個是其中一個非常大的原因 是喔 對 原室的肺癌 所以我很質疑是 那台灣 那政府把關什麼啊 那賣鍋子 它應該要合格 有安全含量或什麼之類的 對 應該要把關啊 這樣我們大家都在鑽一些 法律的邊緣 對 我在我的實驗室裡面喔 大概全國 我最早把這個東西 仔細的檢查 因為那鍋子很薄嘛 我們是要用那個 操備的那顯微鏡 一層一層把它刮下來 刮下來之後 才在我的實驗室呢 丟到那個很精密的儀器 那儀器都是好幾百萬幾千萬的 慢慢的才把那一層一層 裡面的這個成分 把它給鑑定出來 我們才知道 原來這個鍋子啊 這麼多年來是含了這麼多 有毒的成分 那吳教授 如果這樣說起來 剛剛像吳王才講 前兩次不沾鍋 後面開始沾了 是不是代表說 那它上面那些物質 就是每一次炒菜 就在食物裡面 就都吃光了是不是 就吃光了 然後也慢慢就揮發了 所以全世界 全世界現在去檢查 大概有百分之九十七的人 身體的這個血液 都可以檢查出 不沾鍋裡面這些 有毒的成分 有毒的成分 恭喜妳啦 吃多了妳就變不沾鍋 恭喜妳 那以後我們怎麼會 用鍋子煮了 我們用別的 我們用別的 當初會選不沾鍋 就是因為最早之前在講說 鐵芙蓉的鍋含有那些東西 所以很不安全 那現在就是 大家都不買鐵芙蓉鍋 他們現在這些都標榜 是不含鐵芙蓉的 你講的是有道理的 鐵芙蓉這個名稱 就只有一個公司可以用 因為是它註冊的商標 就好像最近大家在講的 這個瘦肉精培靈一樣 幾乎只有哪一個公司 可以用培靈這個名稱 其他的當然不可以用鐵芙蓉 但是用的是 類似的化學物質 好討厭喔 就換了一個名字 所以所有的不沾鍋 它的成分都是差不多的 絕大多數都是 它有一種鍋子 有一種鍋子是有那種圓圈 一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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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紅的 那是什麼東西 那個呢 那個是 你講的那個鍋子 應該是來自歐洲 但是那個塗層呢 它不可以叫做鐵芙蓉 但是跟鐵芙蓉 是類似的 所以說換湯不換藥 就對了 只是換一個名稱而已喔 你死我死大家都死 你這不是我的死 外面你沒有家裡 都用鐵芙蓉 所以我說嘛 所以我說大家為了 省掉說不要洗鍋子 結果呢 這樣一個小動作 大家不願意做 但是帶來的麻煩 卻是更大了 所以你現在的意思就是說 不沾鍋管它標榜什麼材質 不要用 是這個意思 對啊 我們自己 我們自己洗乾淨就好啦 那這個 不鏽鋼鍋用起來 應該沒問題了吧瑞麗 至少說它在 就是說它要在加熱的時候 它一定要鍋熱才能放油 否則你一定沾鍋 然後它好處就是 它不會像鐵鍋 它會生鏽 你放了幾百年 它都不會有鏽的那種 所以不鏽鋼鍋是可以 對 滿好清洗 可以傳家就可以了 而且你用鐵刷就可以刷了 它不怕刮傷 它不怕 百貨公司有賣嗎 有 你聽我講 有的也不可以 你聽我講 沒有 我最近其實真的很傷心 因為我對不鏽鋼鍋失望了 因為不沾鍋有問題嘛 我真的去百貨公司買了一個 一萬多塊的不鏽鋼 超級的 整個全部都是 而且是知名我們的大姐代人 OK 然後後來我就發現說 它不但會沾鍋 我覺得 是不是是我弄錯嗎 不但會沾鍋 而且很會噴 每次我都跟它作戰 你知道嗎 一直噴 就邊煮菜邊跳恰恰 對 然後真的 你在幹嘛 連那個餅喔 全部 也會不鏽鋼 對 然後那個阿姐就告訴我說 那個大姐就講說 其實也許 然後其實洗鍋子 不是洗它的肚子 不是洗裡面 連屁股都要洗 一定的 對 我怎麼知道 誰去洗屁股啊 而且屁股還不能有水分 你在上鍋上 對 不能有任何水分 因為你水上去的話 它那個會影響到 它整個熱的傳導的部分 那一定沾 這個超重的耶 真的很重 我們來請教現場媽媽們 你們用不鏽鋼鍋 如果曾經像是有沾鍋啦 然後不好用啦 像剛剛說的會跳啦 什麼的 都包含在內 你覺得不好用的 請舉牌 我覺得不好用 有沒有看到 佔了一半以上 那你們用什麼鍋啊 那你媽呢 對 我要說 其實我覺得它真的不太好用 就是你在 我在百貨公司買的 那個也很貴 就是 他說它有七層 所以很安全 然後他是說 你只要把它用得夠熱 其實它不會沾鍋 那其實我們用還是會沾啊 但是因為為了安全 那你用鐵弗龍 又怕會吃到那個毒 那就覺得好像用這個鍋子 會比較安全 如果是不鏽鋼是好的不鏽鋼的時候 當然也是很重啦 它是好鍋 那不管任何鍋 絕對不要空燒 不要空燒 然後你要讓它不沾的時候 你一直都要維持的那個表面 都要有油的這個成分 你一旦沒有油的這個成分 有空燒的情況 這鍋子都會受傷 但是呢 如果是好的不鏽鋼 鍋子受傷也沒有關係 那不鏽鋼本來就要讓它不生鏽 它不生鏽的重要的原因是因為 裡面加了個加了鋰 有的會加了木 然後通常來講 這個個的百分比 都要超過百分之十六 對 但是呢你如果空燒 或者是你用力敲 這個又刮傷的話 這個時候還是會出現一些問題 對 但是好的這種不鏽鋼的這個鍋子 它的把手 也是不鏽鋼 另外那邊拿的也是不鏽鋼 而且呢 而且 就不合格了是吧 那它一個把手 其實它不會整個都是不鏽鋼 而且整個都不鏽鋼 然後你這兩邊把手真的燒熱的時候 這兩邊把手 也不會熱 不會 也不會熱 它是高級很快散熱的材料 但是它也是不鏽鋼 我們就是講哪一家好嗎 所以炒的 炒的我們要看它是煙烤的時候 應該會熱 不是 我跟你講 不鏽鋼鍋其實它也有詛問的 比如說不只是炒菜鍋 還有整個湯鍋 它是不鏽鋼的 但是你的不鏽鋼鍋 因為有的它是一體成型 就從側邊到底下 是一體成型 我買的就那種 那有的它不是一體成型 你外表看 不鏽鋼鍋 但它可能是組合的 它底下是不同的 對不對 對 要一體成型 最好是一體成型的 然後你要看它的鋼材 通常它如果沒有刻在上面 能夠刻在上面還不錯 不刻在上面 它必須在它的包裝盒上面 你一買來就要寫 那我去買那個德國的 它就會直接在上面寫18比10 會 會有在底部上面寫 那就是它的一個什麼 你們也可以翻起來 它說不定底部也會有寫 有喔 18比10 有 18一痕斜線10 要這樣看喔 這代表什麼 那是一個它的 這代表是可以做成食材 用的不鏽鋼 所以基本上它會刻在上面 好的會刻在上面 有的它不刻 有的是在包裝上面而已 但它比較安全就對了 對 因為你不安全也糟糕啊 因為我剛剛講的 上面那個鋼 不安全的時候 那一個鋼 不鏽鋼 不安全的不鏽鋼 那一層鋼會掉出來 好可怕 你掉出來看得出來嗎 看得出來嗎 你看不出來 它會融出來啊 生鏽咖啡色那個 不是 因為有一些不鏽鋼鍋 真的耶 加熱的時候 旁邊會沿著那個鍋子 流出咖啡色 我不曉得那什麼東西耶 真的嗎 那什麼 會... 林產你去做健康檢查 那我還這樣拿那個 那個開心姿勢 把它塌掉 對啊 你要看到 黃色跟棕色的時候 那要很大的量 一般的時候 怎麼辦 不鏽... 要不要玩這樣 好可怕喔 對 還講得很開心 有沒有 看黃色跟咖啡色 什麼 早一點 我還是咖啡色 我還想說 媽 你幹嘛買這種鍋 還從旁邊沿著咖啡色 而且它還不輕喔 我想說它還滿重的 不鏽鋼是好的 你媽是把它當老魯喔 對 就我媽 真的可以把它丟掉了好不好 真的 好 那營養師 重視營養喔 你這兩種鍋 你都有在用嗎 不用 都用這個 鐵鍋啊 鐵鍋啊 為什麼 因為我們從學校開始 任何團散 我們幾乎都是用鐵鍋 所以就會覺得 它是一個傳統的東西 比較安全 可是鐵鍋很麻煩耶 而且鐵鍋 其實鐵鍋比不鏽鋼輕多了 輕多了 那大小尺寸也不一樣 而且鐵鍋也很重耶 鐵鍋 營養師用這個對不對 現場媽媽們家裡面 有用鐵鍋的請舉牌 這就真的大幅減少了 對 小乖媽 對 那個我帶來的 這妳帶來的 真的嗎 妳當初怎麼會想說 這是下裝嗎 怎麼會想用鐵鍋 我媽媽買的 對 那我現在應該把它拿出來 因為我們已經把它 收起來很久了 我在用那個不蘸鍋 對 因為就覺得 它有時候還是會 沾鍋 對 會沾 但為什麼廚師都會用這個鐵鍋 聽起來是很專業啦 對不對 吳教授也認同鐵鍋 鐵鍋是好鍋 因為鐵本身這個材質 對人沒有毒性 真的嗎 而且你缺血的時候 還是歪歪 啃一下人 我們人類這個血紅素是鐵 沒錯啦 但是這個鐵 在高溫之下 已經是屬於高價的鐵 那我們人是可以吃進來 但是我們人比較需要 是屬於牙鐵類的物質 牙鐵類的這個物質 所以那種鐵進來的話 實質上來講 除非生理另外有一種機制 要不然的話 不會有很大的這個幫助啦 但是畢竟鐵這個東西 對身體是 我們不認為它是有毒的東西 OK 然後呢 它導熱也導得很快 對 所以你在煮的時候呢 要快炒很快熟的時候 對 它是一個很好的鍋啦 但是如果像它這個鍋 你看它帶來啊 裡面都已經搞成這樣有沒有 對啊 全部都拉炒了有沒有 我覺得它是山寨版 這樣可以嗎 那個不能夠怪鍋子啦 那應該怪用鍋子的人 喜的關係 那我意思是說好 就是說我使用不當 那它這樣掉下去 我繼續炒菜 會不會有不良影響 沒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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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在哪買的啊 所以它不會說有很快熟 它不會說有很快熟 它沒有說很多層或是 那會不會 它就完全是鐵 這個鐵鍋才幾百塊耶 對 那個鐵是從頭到底 應該都是鐵 都都是鐵 純鐵 那鐵如果生鏽的時候呢 它會稍微有一點點黃黃的 橘黃色在上面 對 那是沒有關係的 都不會 這才已經變白了 就刷一刷把它刷掉 我還以為它就是不能用的時候 我就把它收起來了 貴的有毒便宜的沒毒 這是接下來到底 這世界怎麼了是不是 對 反腹歸真啦 不是 我跟你講齁 其實很多人就抓住你的心理學 比如說你問一下 大家營養師或應酷老師知道 鐵鍋喔 我曾經在菜市場 看人家在賣鐵鍋的 你買了當下 你如果不會開鍋 你不會保養 它是一個很不好處理的鍋 可是像剛才你說到那個 炒菜會黏喔 後來都是乾脆就是有一點油 你知道烤肉不是有烤肉刷嗎 對 我就用烤肉刷 先刷一遍再來炒菜 因為你這樣就會比較平均 對不對 就比較好這樣 可是我這裡補充一下 大家自己的知道炒菜鍋 大家不要忘了洗米鍋 也很容易吃進鐵芙蓉的東西 對 因為大家都喜歡 把那個電子鍋拿過來有沒有 直接洗米 你會發現奇怪 裡面的客人怎麼 那個洗玉洗東西會一直掉 那個不能洗 可是那不能洗啊 那個也是有塗層 它不能洗 要是塗一層 那不能洗 對 但是後來很厲害 賣的人就很厲害 他告訴你一個解套方法 你可以不沾鍋 裡面只要放一顆 放一點油就好了 你咬飯起來粒粒分明啊 可是事實上 那就是它的解套方法 解套方法 這個要再補充一下 這個也很危險 很多那種電子鍋裡面 有的化學塗層 還有一些比如說 出去的那個保溫杯裡面 有化學塗層 那個呢 跟我們第一個鍋子 一樣 那個同樣的材質 平底鍋 對對對 所以那個也是非常危險 家家戶戶都是用電子鍋吧 飯粒就不會黏在鍋子 對啊 他就是說像茶粥不會留在保溫瓶 其實都是因為有塗 他不是現在的小保溫瓶都說 就不容易殘留茶垢嘛 對對 泡熱茶 其實都是有塗層 有身體這麼多毒怎麼辦 不過好 如果說呢 這個我們已經吃下肚的這些毒呢 營養師有沒有辦法說 譬如說腸道排毒之類的 把它排一排 有沒有一個什麼 比較安全的用法有沒有 像我自己有時候會煮一些 會想一些 或是煮一些簡單一點的 因為我是上班煮的 然後我這裡面沒有那麼多時間 那我覺得 紫米粥是一個很方便的東西 紫米粥 對 而且又要用到鍋子耶 你用鐵鍋煮 還是用不鏽鍋 沒有 我那是用電鍋啦 我是用電鍋這樣子 紫米粥它可以排毒是不是 紫米粥 因為最主要紫米粥 紫米粥 你的毒已經功腦了 對啊 所以紫米粥可以排毒 對 因為紫米的纖維含量很高 然後再來就是它本身有一些 就是維他命礦物質 那最主要就是因為其實像 我會建議女生 尤其是MC來的時候 你可以當早餐 對 因為它的鐵質含量 也是不錯的嘛 那再來就是其實我們 經過一整晚 我會建議早上最早 要吃個碳水化合物的東西 那紫米粥 其實你可以跟很多不同東西一起煮 譬如說像山藥 桂圓 甚至小朋友如果喜歡吃 你還可以加牛奶 甚至如果說 還可以加一點點椰漿 其實它都有不同的變化 那我會覺得它就是冷的吃 熱的吃 其實它都是一個很好的東西 就把所有東西通通 沒有 我山藥是最後放 那就先煮植米這樣子 對不對 那我家因為也沒有很貴的器具 所以就只有電鍋 對... 跟大廚電鍋就可以了 對 也沒有... 不知道怪獸 我拿錯了 因為你的肚子比較多 我跟我們講就好了 這樣可以夠喔 20年喔 而且每天只在吃20年 就還才夠 而且這個當早餐喔 因為它其實是米做的嘛 所以它其實飽足感很強 那有女生又怕胖 那我會建議這種澱粉類 就是早上吃 你的飽足感很強 然後纖維又有 否則很多女生 其實瘦瘦的女生 他們都有便秘的問題 那你說便秘你要怎麼排毒 所以要先把這個纖維 你沒有便秘問題啊 好 那既然呢 我們這個鍋子喔 當然不管說它的材質 再怎麼樣好沒有害 但是我們總是希望它完整無缺 可以用得久嘛對不對 清洗的時候 你不要說到處刮得亂七八糟 萬一有一些東西又跑出來 真的 也不放心對不對 怎麼洗 英文老師 有沒有一個比較安全的 這個清潔鍋子的方法 有 像這個 怎麼這樣 太恐怕了吧 我們是不是毛起來刷 為什麼要刷乾淨嘛 對 但是又安全 沒有刮痕 我們通常看到這種膠的情況 就是一直刷一直刷 然後第一手刷 然後第二刮壞了以後 其實很容易就有毒物質 那比較簡單的方法 如果時間夠大 就是淨泡以後再刷會比較快 淨泡熱水再 然後我們今天用一個自製的 等於是去污缸 這個的話是肥皂的 或者你可以直接買這種 比較液態或膏狀的 然後好像果凍 對 好像很好吃 然後這個就是小蘇打粉 因為這個可以去油 然後小蘇打粉其實也有清潔力 然後它又有顆粒的模式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稍微攪拌一下 要加點水嗎 可以加一點點 會比較容易攪得開 那其實自己在家就可以做一小盒 就平常刷鍋子都可以拿來用 好 那我們就直接刷一下 好 因為它有點顆粒 那個小蘇打的顆粒 對 然後加上肥皂的去油力 對 其實刷一下就可以起來 好 來 手提拆 來 看到沒有 好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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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在家裡的話 其實就可以建議大家 就可以把它就先塗了以後 先把它就先去吃晚餐 然後吃完回來再來刷 再來刷 對 因為讓它有更長的作用時間 就不用那麼久 所以大家就可以用這個東西 對 用類似水晶肥皂這樣東西 把它泡軟 然後再加蘇打粉 這樣子來做清潔 簡單又輕鬆 對不對 謝謝 謝謝 好 這個剛剛我們是 以它的容器器皿 比如說鍋子類這種來下手 為了防毒對不對 還有一個東西 如果你的器皿乾淨OK了 但食材裡面有毒 那也是枉然啊 而且有些人在買菜的時候 都會覺得好漂亮喔 對不對 這菜好綠喔 這水果好完整喔 沒有蛀蟲 可是這些很可怕耶 因為你知道嗎 像台灣幾乎每一種的葉菜類 都有所謂的這個消酸鹽 可是硝酸鹽從哪來的啊 硝酸鹽從... 從哪來的 什麼叫硝酸鹽 有多可怕耶 營養師來解答一下 硝酸鹽其實就是我們在 種一個植物的時候 我們希望這植物廣害長大 所以我們就給它一個蛋肥 那這個...就是肥料 那肥料當中大部分都以蛋為主 那這個蛋肥呢 經過這個土壤中的細菌 它轉化成硝酸鹽 然後植物就把硝酸鹽給吸收了 然後接下來就會長高長壯 然後再接下來被我們吃掉 那我們吃了也長高長壯嗎 不是 我們吃了... 硝酸鹽是真的一個好東西嘛 對 那因為它的風險是在於就是說 今天如果就是我們吃了以後 那個硝酸鹽進入體內 再經過細菌 它會變成雅硝酸鹽 雅硝酸鹽再跟蛋白質結合 比如說你吃肉啊吃魚這些 叫蛋白質嘛 結合以後變成雅硝胺這樣 那雅硝胺其實就是致癌物 那因為大家有聽過 香腸火腿這種加工品 其實就是硝酸鹽 對 那如果說攝取過量 其實它是有風險的 它不只存在在一般的蔬菜 在所謂的有機蔬菜也會有這個問題 有機蔬菜有什麼 等一下 有機蔬菜它是沒有農藥 但是它不帶... 可是它就有沒料啊 我很快補充一下好不好 因為這個雅硝胺 這些東西出來之後 包括硝酸鹽本身呢 事後會帶出很多 就是說我們身體裡面的這個 自由基會產生 因為硝酸鹽本身是一個氧化性的物質 你的食物的平衡裡面 每一餐的食物的平衡裡面 要有一些物質 一些食物 幫你去抵消產生的自由基 就是解藥就對了 那什麼東西 什麼解藥 難道說就是 黑玉斷序高吃類的嗎 可以洗一下 怎麼沒有在看我小桌裡面 就演到第幾集了 這解藥是什麼 這個解藥非常簡單的就是 如果說呢 你是有脂溶性的那個東西 那就脂溶性的 維他命E 如果是水溶性的 那就是維他命C 我可不可以 我吃菜的時候就只吃菜 然後休息一下 然後再來吃肉 不會啊 休息多久喔 還是一天吃菜 然後另外一天才能吃肉 可是我剛剛聽這個意思嗎 我剛剛聽陳是說 不管你怎麼吃 你就吃維他命E就好 是不是 真的 你不懂 你這麼學生 你現在在吃飯 對不對 然後你爬了一個一口飯 然後夾了一塊肉 然後夾了青菜 這樣進去 在你肚子裡面 就可能會有自療啦 對 都這樣吃啊 那怎麼辦 到肚子裡面喔 他還在反應喔 這個時候你呢 你也許在中間呢 你吃了一些比如說 有蒜 有洋蔥 然後有比如說呢 又吃了一個 飯後又吃了一片芭樂 吃了一些水果 在你肚子裡面 這些東西呢 就把它壓制掉了 是喔 懂了啦 你救了我們的命耶 這問題是像我們的 新陳代謝很慢 吃這個吃那個吃這個 後來就更回了 不是 量就少一點 這個東西我們現在了解了以後呢 像我比較擔心一點 就像你剛剛說的 東西我們要吃得又大又漂亮 對不對 我曾經在南部訪問過很多的人喔 包括了你在南部的市場 基本上那邊賣的東西 都沒有北部漂亮 但他們怎麼告訴我的呢 因為你們北部人都喜歡 外觀特別美的東西 又大的東西 所以假如它看起來 美又大的東西 通通往北部削 那南部呢 雖然醜了一點 但是很多甜的要命 但他們都留著自己 內行人在吃 對 那這種又大又漂亮的東西 到北部 上面會不會農藥 就殘留得特別多活動 其實農藥而已 我有一次親自去那個南部 在南籍大社那附近 他們在生長那個大的高梨菜 好漂亮喔 結果我看了一下 他用什麼去灌溉呢 他用地下水去灌溉 那地下水直接從我們南部的 那大煉油場那邊下來 那個水呢 那個水呢 我大概那旁邊有那個 這種這種 錦水嘛 打的那個錦水 我手有點髒髒的 我去洗一下 我的手馬上全熟發揚 然後我拿起來一聞 還有油的味道 用那個來灌溉喔 那我就問那個農民說 正好有一個卡車來了 載他的這個高梨菜 我說你們這個菜 都去哪裡賣啊 他說都也送去台北 我們去台北 我們住台北 我們台北來的 台北人最毒的 台北人身體都比我還要用 對 這是你的真實經驗喔 真實的經驗一下 我看過的也是 高麗菜是一個 極需要大量農藥的蔬菜 對 就為什麼說外面三葉都要拔掉 不要吃 對 就是農藥嘛 我買有機的種比較好吧 我真的現在都買有機的蔬菜 可是像剛剛這個營養師也說 也不見得 吳教授你覺得呢 有機的我過去 自己也檢查過很多有機的 還是會檢查 有標章耶 有標章的也是會檢查出 有農藥 因為我跟你講 台灣對有機的標準 很鬆啊 是不是國際的那個標準 那個其實不一定 不是 那個台灣有機的 基本上是自願性的去認證 對 有人去幫你做這個驗證 他不是強制性的 沒錯 所以要出狀況是會有的 現在大家很難說 那怎麼辦 我到底買什麼蔬菜 對我是安全的 會緊張對不對 都已經茫然了 吳教授我們來教大家 如何來檢測我們的蔬菜 有沒有農藥安不安全 吳教授 來我們這邊準備了兩種菜 這都菜市場一般 非常容易買的 對 平常都買 花椰菜 湯匙 這個青薑菜 對 我們怎麼樣來檢測 這個 這個是好菜 這個花椰菜 對 洗乾淨的時候 拿去 我大概是用蒸汽煮一下 蒸汽 哪來的蒸汽 燙開水的時候 我剛才上那個要把燙一下 你家不是有那個叫大叉電鍋嗎 這個洗乾淨之後 就把它一小塊一小弄起來 對不對 然後放在電鍋裡面 然後電鍋通常來講 還會有一個叫做 架子 不鏽鋼的架子 對 你如果放在不鏽鋼的架子 下面是水 然後你蒸一下 蒸一下之後 那這個就去吃 這裡面有 我們有所謂的 OK 不是 重點是 你不要有農藥 就去做這個 對 農藥都吃下去 對不對 那這個要看有沒有農藥 對 比較粗淺的方法 在我實驗室是用精密儀器 才有辦法 這樣 你沒辦法 不是 對我們所有的家庭來講 我們沒有辦法精密 所以我們簡單的東西 這個叫做 酸鹼的架子 酸鹼 通常我們要 我們要洗的時候 好來 清水是這個顏色 要對這裡 要對這個 好 這個就是在5.5左右 那現在不要你要洗了對不對 對 我們先把它剪掉對不對 整個把它泡進去 泡進去 這個也一樣 這太大隻了 又美又好看 真的是很充足 對不對 那我們整個都把它放進去 泡 現在因為這個 這個比較小 好 那我們就暫時就是這樣子泡 好 來 我們再把它水再測試一下 這樣就可以了 你再看看 跟剛剛的顏色有沒有改變 有 一出來就變了 就變到好像 好像在這一代對不對 有 有變 像這樣的菜我就不會喜歡 為什麼 因為才放沒有幾秒鐘 它就已經變成這個樣子 如果不是有農藥 或是有相當量的肥料 單身的肥料在那裡 真的 洗不掉嗎 你看你看 對照相 這個是剛剛泡的 只有純水的時候 這個是泡了青菜之後 真的不一樣耶 還幾分鐘 它顏色就開始有點小改變 沒有幾母幾分 所以它是不能夠改變顏色 才是標準的 對 都不要改變 好 來 換野菜測一下 你這個不要先測 對 一次公園 你有科學家的經濟 你不是今天來應徵那個研究助理的嗎 是 好 泡完水看一下 然後再比照一下數字 一樣 對不對 5.5 最右邊的 對 正常的 正常的水應該在5.5.6 這個我就把它放在這旁邊 待會兒對照 這花野菜其實真的不好洗 因為它裡面 縫縫卡卡太多了 這個在我家用特殊的洗法 我們今天時間的關係 不用浪太久 我們現在就來試試看 好不好 來 這個很可怕 而且這個菜長不夠 好 我就可以拿起來了是不是 可以 可以拿起來了 好 再來看一下顏色 你看 變了 對 幫我對 要再往下 再下去 再過去 再過去 這個嗎 比較接近那一個 對 這裡 好可怕喔 六點 變到這裡了 如果水果的話 以台灣的水果 葡萄 所以大家洗葡萄最好洗 不是 葡萄 我們也訪問過 它都有套袋 紙袋包住 每一串的葡萄果實 所以它在噴的時候 它那個不是紙都包住了嗎 那不見得 不見得每一家都會做到這樣 這樣子啊 對 不見得每一家都會做到這樣 是喔 真的 這個怎麼沒有農藥 你本來就是肥料對不對 對 各位 不要恐懼 現在如果說 我們菜場買回來的菜 因為真的很便宜 這個譬如說三把二十塊 真的有農藥了 我們如何清洗 去除農藥吃得安心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PayPal 對不對 對 各位有沒有什麼PayPal 你們怎麼清洗水果人 就是小時候就 媽媽就會說 你就加一點鹽放進去 然後吸 然後但是因為現在長大 自己會搜尋 她就會發現說 有這種傳言說 今年會把那些農藥 鎖在水果上面啊什麼 然後那根本就是 就是一個更糟的判斷 所以你怕農藥反而巴得更輕 對啊 所以到底就是覺得 到底要怎麼用 它的鹽巴不是它在殺菌 是這個嗎 對 它那個媽媽的經驗 可能來自她媽媽的媽媽 對 都是這樣 非常好的經驗 因為那個年代 沒有這麼多農藥 那早期沒有這麼多農藥 早期擔心什麼 早期會擔心病菌 細菌 但是你去泡鹽呢 鹽確實是有殺菌的作用 但是現在呢 鹽是沒有辦法去除農藥的 而且會把你水去除農藥的能力下降 水分子就跟鈉跟綠去作用了 它就不容易去跟你的農藥去作用 所以你水本身的這個洗淨的功能 反而下降 所以不要放鹽 不要放鹽 不要放鹽 對 是沒有效的 時代背景不同了 而且不得其反 了解 還有誰有什麼PayPal有沒有 我們家洗葡萄跟草莓 這都感覺農藥很多的 對 那就用麵粉 妳是要拿下去炸的 不是 裹一個麵衣是不是 很會喔 葡萄一定都是剪嘛 剪掉了 然後草莓也是一顆一顆嘛 然後就是弄水弄濕了之後 我就會弄麵粉 妳從哪聽來的 加麵粉去了 那不是很奇怪嗎 對 它就是 它會狗狗的 可是你就是用那個麵粉去剝它 摩擦的感覺是不是 對 去搓它 跟它搓一搓 然後再用水就一直沖 妳就沖 妳加麵粉一定是白白的水 對 就沖到它變 就是變透的水 就是一直留著讓它沖 其實我是不知道 但是洗完之後 那葡萄跟草莓都是亮的 那當然妳戳那麼久 而且洗那麼久 可是沒有啊 妳光用戳的 妳直接這樣子戳是沒有用割的 妳用泰白粉 泰白粉 妳跟葡萄起來 跟外表晶瑩剔透的一種 弓箭 它有點異曲同一種 就是 其實我會覺得 它是把它那個外面表面 把它附著住 然後我們就把它洗 洗到那個水乾淨了之後 它葡萄真的是很乾淨 其實那個東西喔 不用麵粉 那妳就是一個葡萄來 什麼水都沒有 妳拿一張紙來把它擦 擦一擦 妳擦一擦 妳好會突然是誰啊 還在那邊 很費工耶 一顆一顆撒麵粉 紅白白的變透明了 沒有啊 可是... 可是衛生紙對啊 一顆顆擦也很耗食啊 還有沒有什麼面膜 有... 那我覺得我一定是最有效果的 好 來 因為我一開始一定是先用那個 大量的清水 就一直清 然後一直洗... 然後... 因為還是怕農藥殘留對不對 那我就用鹼性水泡一下 妳哪裡來的鹼性水 因為我們家綠... 那個綠水器 對... 那個綠水器很讚耶 它可以到10.5的那個鹼性 所以我就把它泡一下 泡大概5到10分鐘 我再把它倒掉 這樣是不是就可以解毒了 可以去除農藥嗎 它善用科技的那個... 對 有一點道理了嗎 有相當成分的農藥 是可以這樣去除的 但是也有些去除不良 因為我們現在有很多農藥 它本身呢 它是屬於偏酸性的 對 那你用這個鹼性的水 去處理它的時候 酸性 是會有一些幫助 酸鹼中科 那如果是酸性的農藥 它這麼一弄下去 那就不行了 沒辦法了 沒辦法了 怎麼樣可以去除全部的農藥 對啊 用什麼方法啦 那就是自己 拖出去 這不是一個好方法 不是要可以教我們怎麼洗嗎 安全的洗出口方法 你的撇薄好不好 對啊 就是除了自己種之外 還有... 因為吳教授是教授 所以我們拿得最難洗的 吳教授是教授的 好不好 我先請教大家一個問題 我之前我一直才知道說 有人真的不了解 請問一下 葡萄上面 有白白的那個霜的 那個粉粉的有沒有 現場的媽媽們 你們認為它是農藥的請舉牌 我覺得是 絕對是 絕對是 就是那個 加了什麼藥是不是 是 後面全部都不是 兩位說是 對不對 對啊 是嗎 靜雲媽 你認為它是什麼 當然不是啊 那應該是糖吧 什麼糖 那是糖 文婉跟佩儀姐 他們都嘲笑這是糖耶 教授 這是什麼 那個不是農藥 那是果粉 對... 果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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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糖 你一直把這個糖酸鋪掉 而且我真的 就因為那些白白 我不敢一顆一顆拔下來洗 人家說要帶著劑洗 人家說要帶著劑洗 比較好 對啊 農藥才會很辛苦耶 如果說農藥是像這樣白白的 這麼大量 你眼睛看得到啦 這一顆葡萄進去 你可能就要掛了 我們兩個好沒嘗試 而且要演示也演示好一點 搞得這麼百名 沒關係 沒嘗試我常看電視 請你跟我這樣過就可以了 OK... 好 來 怎麼洗來 比如說現在我們 就把它放在這裡面嘛 你都是有先把它剪成 一剪一剪這樣子 最好是把它剪開 但是不要用拔頭 一顆一顆拔它會有傷口 你知道嗎 會有傷口 這樣會不好 對 這個東西 絕對不要跟自來水水龍頭 離得太遠 太遠 然後要讓它慢慢的 慢慢 不要很大 不要很大的自來水 那這裡面已經有 假設這裡面 自來水也是滿的 也是滿的 滿的 這麼小喔 就好了喔 對...你幫我拿著這塊 助理還不敢換 不好意思 而且要斜著 斜著 然後自來水不要 這個口 不要離這個太遠 對 然後很少的量 對 然後過多的水就會流下來 對... 那要有這個角度喔 然後這個水呢 要從這個容器壁 慢慢的流下來 為什麼 俗稱 是嗎 這個重點是怎麼樣呢 你如果很大的水 沖下來的時候 第一個 第二個呢... 那一個水裡面的這個沖力 會把裡面的這個濾芽 就是揮發掉了 包括這裡面的濾氣也揮發掉了 那你就沒有清潔的作用了 所以這段距離不能高 也不能沖下來 還有一個呢 水多了時候 它會慢慢流出來嘛 對... 而且後面這個水呢 還繼續補充 沿著這個壁嘛 對... 所以你是一直在 為什麼要沿著這個壁 沿著壁下來的時候呢 它有一個... 有一個回... 有一個回路 它會造成這樣一個 動態的水流 而不是這個水沖下來 再局部 在留多久啊 這個通常來說 留個... 對 要20分鐘半個小時 吃個葡萄 好像有五樣就行 要拋了十分鐘 是不是 我們... 我們... 那這樣應該是一個小樣子 你這麼一講 會害葡萄都賣不掉 不是 連洗蔬菜都應該這樣子 那這樣... 那樣菜就洗一個小時 媽媽煮菜 而且因為吳教授的標準 是比較嚴格的 沒有...這不嚴格喔 不嚴格 一點都不嚴格... 就不嚴格喔 那這樣子農藥就會 完全沒有了嗎 幾乎啦 那我們可不可以泡一下 減少那個二十分鐘的時間 可以... 還不然洗三個就要一個小時 那煮完午餐這樣準備晚餐 那除了我們這個洗蔬果 這樣的一個方法以外 很多人說 那我可不可以從源頭來 上菜市場 上超商 我們在買的時候 如何辨別安全的素材 挑一個比較沒有農藥的 對不對 營養師 看過這麼多的蔬菜水果 怎麼看那個安不安全 基本上啦 就是... 就是弄農藥 還是有一些原則嘛 就是譬如說 像根莖類的地瓜啊 這種東西 它就是長在地下 相對性 它在施農藥是比較小 那再來就是 這叫比較法就對了 這叫比較法 對 那再來就算地瓜好 它吸收土地裡頭的 可能農藥 但是你至少可以削皮嘛 對不對 那如果說像鳳梨 西瓜 你都是可以削皮吃的 對... 蘋果 梨子 對... 那如果譬如說葡萄 它能要多 對 我們至少也剝皮嘛 我們在... 我們在嘴裡剝皮怎麼辦 那就是人命的嘴裡剝皮 用手剝皮了 所以你怎麼看 對 那大概就是 其實還有一些蔬菜 我們提供一下 給大家參考 好 就是 這是怎麼樣 他們其實不太用農藥 對 我們剛剛還在聽小老師在分享 這紅蜂菜其實也沒中 結果它不曉得 為什麼自己長出來 反正是這樣子 就是跟這個差不多大 然後前陣子去看它 大概過了半年 已經這兩張桌子很大 從來沒有吃過肥喔 那它這樣跟地瓜葉很像 對... 對... 所以這種蔬菜都會有安全性 就會比較強 地瓜葉之類的 了解 那危險性比較強的 有哪些要注意呢 危險性比較強 那像小白菜 對... 其實你知道像我們以前 在做團膳的時候 每次只要遇到那個 就是颱風天的時候 小白菜就會變得就是 特別的... 立刻就沒有 也特別很快就趕快出來 可是你知道 因為一般就是 在做農藥一定有個安全期 對... 可是你為了要 就是讓它在三個禮拜 對 趕快上市 所以一定會農藥比較多 所以在... 反而是在那個 就是颱風天後 我會建議大家 暫時蔬菜先不要買 會比較安全一點 那我們現場這邊還有一個菠菜 你這個菠菜的用途是... 菠菜其實它也是就是 有可能在農藥性也是高的嘛 比較熟 對 但是因為至少它有一種成分 它叫做 對 那這個東西是肝臟 在解毒需要的一個營養物質 那我們剛才講過 就是排毒 就是有肝臟排毒 還有腎臟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在肝臟的部分 其實它是個很好的來源 然後再來就是葉酸 葉酸其實在參與我們的人體 很多很多的功能 尤其是甲基化跟基因這些有關 所以其實它是一個非常健康的蔬菜 那對於健康的蔬菜 我們盡量就是要保留它 或是吃它 對 那只是在烹調上我們就注意到 第一個像剛才吳教授有建議 就是說它那個青花菜真的煎 那所以你就是同樣的方法 就是把這些東西 照剛才吳教授的方式洗乾淨以後 就放到電鍋裡頭 它其實OK的 而且因為電鍋的溫度才100度 對於像這種維他命C B群高的蔬菜 它其實保留的溫度是最好的溫度 那我覺得這種蔬菜的好處就是 基本上農料大部分是水溶性的 所以燙鍋它的風險真的會小很多 那我們就把菠菜就是切一切 然後接著燙鍋 燙鍋以後撈起來 我就是泡一點冰水 讓那個翠綠的顏色比較保持 好 就是這個了 對 然後呢 你的醬汁是什麼 我的醬汁呢 它是味噌醬 味噌醬 對 然後味噌醬 你們吃不吃辣 因為我加了 吃吃 你加豆腐 什麼都吃 沒有 辣豆腐醬 什麼都吃 對 對 然後加上一點醬油鹽 對 然後就是去做糖 然後去做調整 醬油鹽 好 對 來 大家品嘗看看 來 可以 OK 沒有 有這麼嚴重嗎 這麼膨炒嗎 很膨炒耶 這比什麼大味的胖 光是清燙 好吃耶 好脆 真的嗎 真的好吃多了 而且清燙好甜喔 就是要嘗嘗那個 對 它是大家知道 對 它的醬味不會去蓋掉蔬菜的味道 對 很特別 我覺得這個醬油鹽巴 對 硬油啦 就是那個醬油 硬油 硬油就是醬油裡面 比較高級的 對 對 所以我們常常在講說 病從口入 但是如果我們分法不對呢 那不只是病從口入 毒就一直進來了 所以像我們今天整個 教大家比如說 學會的時候 調鍋子 怎麼樣用鍋子 對不對 怎麼樣清洗蔬菜 怎麼挑蔬菜 怎麼辨別 這樣子我們身體 在這個均衡的營養補充之下 才會健健康康 對 真的 然後靠了美味關係 可以持續的維持下去 對 健康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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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